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EUW台灣同學會 學長姐經驗分享講座 我們今天邀請到三位這一屆畢業的學生 然後因為已經沒有位置讓我進去 所以我們鏡頭就給三位畢業生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從左邊到右邊是Bill 然後Calvin還有Alex 那他們是這一屆畢業的學生 那我們準備了五個問題想要請他們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第一個問題要跟大家請教的是 在UWM分別拿到什麼樣的學位 然後花了多少時間拿到學位 那我們就從Bill開始講 我是拿到碩士學位 然後我是從2019年的1月 然後到現在2020年的6月 所以大概是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拿到碩士學位 所以你在UWM算是唸一般的碩士 還是你算是唸雙聯的碩士還是不同的碩士學位 就是中原和UWM合作的 所以算是雙聯的碩士學位 所以你們中原大學也是每一年都有雙聯學位的學生來到UWM 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學生會來這邊 就看人數的不同這樣而已 了解 所以那Calvin是唸什麼學位 我是最傳統的大學學位 學士 那我是讀國際研究跟日文系一創土修 那總共是花了四年的時間 那第一年因為我有轉系 所以就不算這樣子 所以你從大一開始就在UWM自己念書 對 我其實從高中就在美國念書 那直接申請美國的大學部 了解 那Alice呢 我跟Bill一樣是中原的雙聯碩士學位 然後是從2019年9月到2020年的6月 所以像Bill裡面的學位你是什麼科系 我是工業系 工業系 我是電子工程 你是電子工程 所以像中原來說的話 主要是這兩個系來這裡 就是有雙聯學位的嗎 應該算是工科跟電機電子 工科跟電機電子 對 就是電子學員 對電子學員 工業、電子、電機、資工都可以來 這個第一個問題之後 接續的問題是說 像剛剛大家都拿到一個學位 那在學位的期間 可能你們有學到什麼 或者是有參加 像研究生你們可能有做一些研究計畫 或者是 會做實習的機會 那大學生在這邊也很常會有實習啊 或者是 或者是其他的工作機會 那相信 Bill我要先分享一下 我覺得主要還是看你 選擇指導教授 他是專業的是什麼 然後像我的話就是 他是電力系統的專業 所以主要都是在學 跟電力相關 還有什麼 智慧電網那些的 然後參與了什麼研究 好像 因為只有一年時間 所以主要還是在做 自己論文上面的研究 然後我的話就是 老師有幫忙 就是給我一個方向 是做 在智慧電網中的那種 網路安全 對 那Bill在這邊的話 是 有 就是 因為你是跟 Alice是不同科系的 所以 你有 就是比如課程上 當然是不一樣的 那研究計畫的部分 就一樣 在這邊的話 一樣是寫論文嘛 然後 因為我指導教授的 就是 研究的方向是 有關在製造的一些流程 還有 規劃 所以我也是 針對老師的這方面 然後有 接續學長的一篇論文 然後做延續 然後還有寫的 自己一篇的 說實論文 所以 你們 算是 在台灣 就是已經想好 你們研究的主題 還是說到這邊才跟老師 討論這樣子 我是到這邊 你算是到這邊 因為 我在台灣是通訊工程 可是這邊 有通訊的 老師 很少 因為你在這邊是電機系 對不對 還是說 通訊 它這邊算是電子 就電子電機 可是它沒有一個 沒有通訊 對沒有通訊 OK 所以我只能 換個 方向 嗯 就當作 多學一些 其他的東西 所以畢友也是 在這邊那個 欸 我的話是因為 那時候教授我到台灣 去就是 中原的活動 所以在那時候 就有先討論過 大怪客會往什麼方向進行 哦 對 但還沒有很深入討論 就是簡單的說明一下 大概之後的狀況是怎麼樣 了解 對 那想請Calvin分享一下 像 以大學生來說 可能會 學會期間 可能你有 你有學到什麼 或者是你有機會參加什麼樣 不同的 活動 嗯 我覺得大學 就是真的是學到的東西都很廣 那 因為我自己是讀文科 所以其實也沒有做到什麼 實體上面的研究 那我 我有一個朋友是做化學的 那 他其實 一直 一直在UWM都有 在Lab做 研究 然後實習的一些經驗 那我本身是沒有 但是就是 我的主任老師 其實有 給我們蠻多的機會 去做一些 一些比較 怎麼講 文科上面裡面的一些 怎麼講 更深入的探討 嗯 對 那我主要 因為我是學國際研究的 那我是 我有做一篇有關 Globalization的論文 那在日文系方面 我有 做一些在翻譯上面的 一些 類似 實習的東西 對 那在大學之中 我也有一個學期 去日本交換 所以 我覺得都是一些 蠻好的經驗 所以你去日本交換 算是 是你們戲所安排的課程之一 還是說這是個人選擇 呃 我是個人選擇 我們戲所其實沒有 強迫說你要去 但是就是 呃 非常 強烈的建議學生說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體驗一下外國的 這種 呃 經驗 那我覺得 呃 要來美國唸書 時候 為什麼要來美國唸書 而不是在台灣唸這個學位 或者是 如果你有想法要分享說 為什麼你決定要唸UW的話 那是什麼原因 那我們要 Bill先講 好 欸 就是我 我大學VA就我決定要 就是 出口唸書 只是 然後那時候剛好 看到中原這個計畫 就是 在中原念完碩士 然後可以在這邊 念另外一個碩士 然後 我覺得 蠻吸引我的 所以 那時候就選擇 到這邊來念 但因為 中原沒有 沒有其他選擇 以功課來說只有UWM 所以 我也只能來這邊 了解 所以現在 現在中原就是 今年 2020還是一樣 就是 美國只有UWM可以選擇 還是有其他的選擇 欸 其他學院好像有 對 其他學院好像有其他選擇 但 我們的學院只有 這邊 然後 但是 這個前提是說 你要先註冊 在中原大學註冊碩士班 開始就讀之後 我們才可以參與這樣子 對對對 那有需要 念多久之後 才能來念多這樣嗎 好像 發表 要口試完嗎 欸 我是口試完 我也是口試完 但好像 可以 碩一一念完就出來 好像也有 但就要 之後再回去 把他 把中原那邊的念完 所以大部分學生 其實還是到 台灣這邊已經快完成 然後才來念多 對 大部分 大部分 所以像Alice的話 當初就是 會決定來念 美國 來美國念 碩士的原因 我也是 就是 從小 親戚幾乎都在 美國 然後就 向往美國生活 對 嗯 美國生活 美國都很棒 美國夢 美國夢 大家都有一個夢 對 然後當然也希望就是 就是 在美國 畢業 然後 拿美國的 畢業念書 當然是希望以後 將來可以賺更多錢 對啊 了解 那 Calvin是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 這是你的高中在美國念 然後所以 你當初是決定高中念完就是在美國 繼續 就讀大學嗎 其實我就是隨著家人移民來美國 那 那時候剛好高中讀完就 就直接申請了這邊的大學 也沒有考慮要回台灣的大學 對 了解 所以 如果你像當地學生在學者的話 是 比如說因為你是在無昌神念書嘛 然後所以 你就是會 優先選擇 比如說 申請UWM 對 那其實 這邊的學會是 以當 就是當州的居民來講是比較便宜 喔對 你們算州內的學會 對對對 所以 所以會 有這種想法 對 會想要 離家裡比較近一點的地方去 嗯 了解 第三個問題要問大家的是說 最喜歡UWM帶給你的什麼東西 或者是你最喜歡 Milwaukee的什麼 那我們就 Alice先講嗎 嗯 就是 以 美國的學校來說 我覺得 UWM算是 設施還不錯 就是蠻齊全的 然後廚書館也很大間 因為我以前有去過 St.O.S. State University去 念過 快一年 然後他就是在 校園的區域也比較小 然後 廚書館也是小小間的 然後 設施比較 嗯 設施也是 差不多啊 舊舊舊的 但是 我覺得UWM就是 地域比較廣 然後 該有的都有 然後 學校的老師也都 很樂意 就是協助你 人都很好 這樣 所以 你提到設施是你有比較常使用的設施 你比較喜歡這樣嗎 對 就是像體育館就是 因為我喜歡打籃球 籃球場就是 我覺得還蠻夠 就是可以容納很多人 我會說 你要打的時候 然後都 沒有辦法去打這樣 嗯 那像你 你最喜歡 就是 就是 除了UWM之外 因為UWM就在美瓦基 這城市裡面 然後 你有比較喜歡美瓦基 這城市裡面的什麼東西嗎 嗯 我覺得 那個 密西關火 蠻漂亮的 就是 第一次就是 很像 看台這樣啦 但其實它是個湖 然後 風景滿美 對 了解 那 畢有沒有要先講 還是 挑文 喔 那我講 好 對 我是覺得 對啦 像Alex講的 就是老師很樂意幫你 我是覺得說自己只要努力 老師一定看得到 那這邊的老師一定就是 非常會用心全力去想要幫學生 嗯 他們每次都會跟我講說 We're here to help you succeed 嗯 所以就是 我相信只要 只要 學生的努力 老師一定會看得到 然後 嗯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學校也有提供很多這種 嗯 半讀半工的機會 所以 嗯 當學生覺得說 自己需要賺一些零用錢的時候 嗯 學校其實有很多 像是在 學生餐廳 或者是 呃 Student Union 還有 還有 呃 體育館還有一些 呃 像是BOSS 就是我們校園內的一些 的計程車 對 計程車 交通工具 這些駕駛之類的 呃 打領工的機會提供給學生 我是覺得 UWM這項是做得很不錯 所以像 就是校園打工這部分 你知道就是 比如說像 台灣來的國際學生也可以做這樣的工作嗎 對我 呃 我聽說是 只要有F1嗎 F1 Visa 就可以在校園內工作 那 這就是提供給所有在學的學生 嗯 對 在學校外面我就不知道 但是 在學校的眼神 你是 可以享受這個福利 對 那像你在 嗯 Milwaukee 特別喜歡的東西嗎 呃 或是 Wisconsin 我之前是住Madison 那Madison就是 就是 美國典型的大學城 那其實整個城市 是以大學為 一個 Pivot 就是 中心 那Milwaukee 其實就比較像是一個 商業型的城市 那 雖然 國際網沒有像紐約 或者是 洛杉磯這麼大 但是 其實該有的都有 那 Milwaukee我覺得很棒的是 有 有大聯盟 跟 NBA的球隊 那所以 學生在課學的時候 可以去 可以去看球 然後 冬天也有一些 呃 那些滑冰啊 還有一些 比較冬季 台灣遇不到的活動 嗯嗯嗯 對 那學生們可以去體驗這樣子 了解 那Bill你最喜歡 尤打邊有什麼東西 欸 欸 就像剛剛 剛剛Alex提到的體育館 我覺得體育館 因為那個籃球場是室內的啊 一般以前在台灣 就是很少機會打到室內的球場 所以我覺得 這一點來說 算是蠻 蠻特別的 健身房 喔對還有健身房 然後游泳室 在體育館裡面都可以 使用這樣子 對我自己蠻驚訝的部分是 就是美國連 跑步也有在室內也可以跑 就是超長的 對對對 而且是免費 學生都免費 對 所以真的蠻不錯 對體育館 體育館是 包在那個學費當中的服務 對 對體育館不錯 然後我覺得不錯的也是 還有我們的宿舍啦 因為宿舍來說的話 就是蠻安全 然後到學校也蠻方便的 然後價格來說 跟其他學校比起來 真的是 算太貴 所以我覺得宿舍 在URN這一塊也算做的 提供我們學生蠻好的一個地方 宿舍 然後門禁沒有很嚴 因為像我們 現在還可以在這邊拍影片 沒有門禁 沒有門禁啊 你要三四點回來 三四點 有學院證就好 有學院證就好 那你在 就是Milwaukee 你有特別喜歡的 事情嗎 或者是東西 Milwaukee的話 我覺得 來Milwaukee 就是一定要吃 就是那個市場的龍蝦 喔 Poward Market 對 Poward Market的龍蝦 然後 啤酒也可以啦 但是 我比較不太懂哪裡 比較特別 對 然後剛剛Cavin有提到 就是有 NBA跟 大聯盟 然後因為NBA的話 學校這邊都有提供一些 就是有學生票 然後 算是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就可以看到一場 NBA 所以我覺得這是 要不要分享一下 到底 如果用學生票 看常規賽 還有季豆賽 大概多少錢 欸 用學生票看長 看一般例行賽的話 一樓是大概40塊 美金 到60塊 然後二樓是 35塊 什麼 二樓是15塊 15塊到25塊的時間 對 原價感覺好像差不多是 這5倍以上 對原價大概 80 大概是5 6倍 因為這一季MilwaukeeBox 蓋了新球館 所以 所以就是真的設置 真的超棒 對這個球館到現在才 這是第二年 對第二年 嗯 對我上一次也去看了季豆賽 然後我坐在那個 應該算是一樓的位置 嘿 然後就 才花了65塊而已 對季豆賽是60 60到90 我已經想懂 一樓 嗯 對 像 Milwaukee其實也有一個地方不錯 就是 因為它的地圖位置 其實離芝加哥沒有很遠 就差不多大概 可能 如果以台灣來說的話 可能就是台中到台北 超多 超多 超多這樣的距離 所以我覺得 好的 那我們第四個問題就是 這個議題算是 跟畢業這件事情比較相關 就是要問各位說 有沒有計畫在美國還是台灣找工作 那是什麼樣的原因 讓你想要帶在台灣 回台灣或者是要在美國找工作 那 還是一樣要先講嗎 還是 我都可以到 就是 其實原本是有計畫 想在 有在美國工作 就是連OBD都已經 申請 然後 但是因為現在 COVID-19的關係 然後投了很多 想要去的公司都 就是 職位都沒有 然後也 沒有回應之類的 所以 就 只能回台灣 對 然後 基於什麼原因 是說 基於什麼原因想在美國工作還是 對 就是如果 如果是像你說 因為 因為 原本 因為 想在美國工作 當然是因為 制度 跟 薪水都比 台灣 的一些 公司 優越一些 然後也比較 當然自己還是要努力 只是 就是 聽大家說都是比較 可以比較輕鬆一點的 對啊 然後像你 你會覺得想要留在這邊 應該也是因為 你來這邊之後 你喜歡這邊的環境嗎 對啊 一直都 其實原本一直都蠻喜歡美國的 對啊 美國夢 那 Kelman有什麼樣的情況 我本身 其實 長期 應該是會待在美國 那因為跟家人移民過來的關係 那 因為我自己是讀 日文系 所以 每年十一月的時候 有一些日商會在 在波士頓舉行一個叫做Boschetti的一個活動 那就是 就職博覽會 那 我去年十一月有去那邊 那 就是 跟好幾萬個日本人 一起去爭取工作 那很幸運的有找到一份工作 所以 短時間內應該是會待在美國工作 所以波士頓的那個算是 主要是日本 日本或是日文相關的工作 他 其實有少數的公司是美商 但是 主要 主要 他們想要爭取的人才是 日語跟英語雙語的人才 所以 我是 我是可以 有時間的話 我覺得去那邊是不錯啦 因為 真的是很多公司 那日語一頭一頭 對你也沒有什麼壞處 所以我覺得 對 可以去試一下 所以你接下來的工作是 還會在 那個 紐瓦金嗎 我會在 西卡古的一個 所以 每天通勤大概一個鐘頭 所以 對 暫時還是會待在紐瓦金 因為這邊真的蠻 生活水準算不錯 那 物價也沒有很高 物價也沒有很高 對 那 也 不算太遠 所以就試試看 嗯 那 畢爾呢 欸 對 我一開始也是計畫在美國找工作 然後 也投了蠻多履歷 然後也面試過兩次 但因為都沒有結果 可能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像有一些實習在 今年這個時候也都被砍掉 所以 對 目前還在 還在做最後的掙扎 但如果真的找不到 就還是回台灣 有人說 這個有個期限到什麼時候之前要 欸 因為OBT有申請了期間 然後 我的期限應該是到10月底 但我 我大概 不會考慮到這麼久 因為 畢竟 因為在這邊也沒有地方可以住了 所以 也是會在宿舍 必須 退宿間 回到台灣 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話 了解 那我們的第五題 就是我們這個 講座的最後一個問題 要問大家 是 會給考慮留學美國 或者是說 來不打電的學生有什麼樣的建議 所以我現在 好 就是 就是說 我覺得 除了自己的英文能力 不必要到一個地方以外 就是 不管 就是你學的東西啊 因為你畢竟 假如你在念研究所 你一定要 有足夠的東西 不然你進研究所 等於是 完全不知道要幹嘛 因為 很多 學生就是 到了快樂口之前 還不知道自己 到底要幹嘛 然後 寫的東西也不知道 主要是 自己在寫手 所以我覺得 你還是要有具備 就是 有那個能力在 你不能只是說 我就想來 然後美國很輕鬆 其實 上課是真的 滿輕鬆的 因為老師不太會 就是 有些老師 甚至不會點名 一整天都不會點名 他就會跟你說 你不來沒關係 你 考試 有過就好 你就會覺得 哇很爽 然後可以再加這樣子 但是 假如你念研究所 或是做什麼研究啊 寫論文之類 你一定要 會的東西 還是要會 不然會 真的滿痛苦的 嗯 對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呃 大家不見得會意識到 就是 學生跟老師的關係 我覺得 不管是美國也好 台灣也好 我覺得在 來到一個新的學校 一定要跟老師 建立好一個好的關係 因為 沒有的話真的 我是覺得會死得很緊 對 那 再來就是 呃 我覺得 自己要有足夠的那種 堅強和自信心 因為我覺得 就是美國 真的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國家 人家怎麼講你 要怎麼看你 那其實都是人家的事 那自己 覺得 自己要有足夠的那種 呃 意識力 在這邊才能生活下去 那 不要因為人家 對你講了什麼 或者是 別人看不起你 就以此衝懈 對 我是覺得這點蠻重要的 嗯 心理建設要做好 心理建設 嗯 好 欸我覺得 以我自己來說 就是我覺得到美國來這邊 最大不同 算是在上課的部分 因為在台灣上課 老師就是 考試 考試然後 感覺是要把學生考到 然後在美國的話 他是以 幾乎都是以那個 project為主要的 目的 就是希望 學生把它學會 像比如說 我有一堂課 就是整學一期 就是六個project 所以你六個都一定要 學會 才可以算 修過這堂課 所以我覺得 就是上課 方面的 形式和台灣 也有很大的不同 然後另外 就是 如果建議之後 是要來UWM 讀書的學生的話 如果要待比較久的話 可以先 可以考慮買車 因為在這邊的話 如果沒有車 真的是蠻不方便的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可以先換那個 國際駕照 因為到 就是到Milwaukee這邊 我們可以 直接轉成美國的駕照 然後這在 之後也很方便 因為 拿那張駕照出去 就等於是 我們的護照的意思一樣 不過要值得講的是 就是其實Milwaukee的那個 大眾交通工具還不錯 我覺得有點像 有點像台中吧 就是公車還算是 公車還 所以在城市內移動的話 是還不錯 可是當然 像剛剛Bil提到 如果你要去郊區 或者是比較周邊的地方 的話 有車是行動力上面 是比較好的 那到了10月開始 這邊冷起來 我出門 應該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大概只能在外面15分鐘 就是極限 對 冬天的等公車是一個挑戰 對 那夏天的話 其實就不用太擔心 對不對 那像 像Alice和 和Bil應該算是 這個 念碩士的時候 才第一次來到美國 那你們覺得 在上課上有沒有什麼 一開始來的時候 有 有挫折嗎 就聽課上面 一開始 因為一開始突然 比如說大概兩三個小時都聽英文 還是有一些 不太適應 我想應該會有一些 就是學弟妹他們可能會擔心 我不知道自己聽不聽得懂上課 然後你們有沒有一些建議給他們 就是上課的部分就是 可能其實沒有那麼可怕這樣子 我覺得 就是你課後去複習的話 在一開始還是會比較辛苦 但是 你回家如果認真讀個幾次的話 其實沒有那麼難 因為 畢竟你上網也是找得到其他資料 你可以自己去研讀 然後再去搭配老師上課的東西 所以 不會到太困難 因為老師其實都很熱心 希望 希望我們把它學會 所以你真的問老師老師就會教你 就是要跟老師拿好關係 或者是 因為 在美國他們 就是學生之間也都比較 感覺 感覺 比較不會害 比較不會像台灣那樣子 坐旁邊然後也不講話 他們都會主動跟你講話 那 就是有問題的話 也是可以互相問 或者是什麼 借筆記什麼 所以我覺得 應該 還好 就是連同學都願意幫你 那課後如果真的不懂的話 你寫email給老師 我相信老師應該也願意 對 就主要是看你自己有沒有 沒有心 對 有沒有主動 因為不能像台灣那樣子 然後害羞 然後上課又不講話 就是美國就比較偏向說 老師可能上一上會 然後問你問題 然後要你 講或什麼 就是美國人 比較專注於這種 你要的東西 你自己要去追求 那種感覺 對 就算是錯的答案 你也講出來沒關係 而且不會有人會笑呢 對 對 然後就是被久了 那你就知道了 對 感覺在美國這邊就是 嗯 如果你沒有講的話 別人不知道 你有困難 對 而且你敢講 就等於你 你可能會先想過這個問題 要怎麼問 那英文同時就會進步 因為像 像我覺得台灣 跟美國大學差最多就是 一個是成績 那一個是 當然雖然 雖然美國的成績也是重要 但是 其實美國人蠻注重於 Attendance 還有Participation 所以就是 你有沒有去參與這個 課程 有沒有去踴躍的 發 發問發達 這些東西 對 那台灣 我是覺得好像 你比較沒有 好像你比較偏向 老師一直上課 然後 台下可能就睡語片 大部分 大部分 對 對 好 那今天謝謝 那個Bill 還有Calvin 還有Alex的分享 謝謝 那如果之後想要看到更多 UWM的學長姐的 留學部分的分享 或者是 任何跟劉美相關的 這個議題的討論的話 那可以繼續關注這個頻道 然後 如果你有朋友 剛好他們在準備留學 或者是你自己在準備留學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朋友 然後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追蹤更多的 UWM台灣同學會的經驗談講座 小鈴拿著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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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才能準時收到我們下一期的影片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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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植 词 小鈴拿著打開 到 鈴拿著打開 邀吉